我们的寻找跟取代 另外还有就是记得删除列 删除列的话这个功能还蛮好用的 记得从这边删除 你不要直接点下去 这边有个删除 那你找到的地方 只要有total的全部都删光光 那你会发现 在没有删除之前 我Ctrl-Z Ctrl-Z你会把它Ctrl-Z向下 总共有243列 删完之后的话 我再Ctrl-Y一下 把它删除掉 你会发现 它就删掉这么多列 所以总共的话 删完之后剩下151列 也就是里面有很多 其实是那些total 那也就是我跟各位讲 以后真的不要涂白银钢 很多功能 一定要好好把它削掉 或者的话以后 你会变成说 你不会这个功能 你就是慢慢删吧 OK 有没有 宣下 然后右键删除 那不是很浪费时间吗 那这样的事情 永远做不完 OK 所以我发现 其实很多在职场上面 我发现很多人 其实真的不是偷懒 而是说真的是效率太差了 因为不会这个功能 然后每天我就看 有些人就是 在那边用那个 我们把刚刚那个问题继续再接下来 那再来的话 B的部分 B的部分他说什么 要把哪个范围设定名称 哪个范围 代表的A1到G的151 其实就是全部 然后呢 他是希望说顶端列就是范围的名称 什么意思呢 意思是说以前我们建议名称的话 通常是这样 这个名称 代表的是下面这个范围的话 那我们可能会这样子 把A2一直Ctrl 去的向下 选到之后的话 那把这个名称怎么样 再把上面的名称打在这个名称 输入到上面 这个叫名称方块 按个Enter 那意思是说以后 我们只要按F3 就可以跳出那个托载ID 就表示是下面这个范围 但是问题 我们这边有A到G这么多栏 那这么多栏呢 变成说总共有7个栏位 那边我要做7次 那所以有没有简单的话 右 什么方法呢 其实里面有内建功能 在公式里面有一个 从选取范围建立 顶端列就可以 怎么做 一请你把游标放在A1 二的话 Ctrl Shift向右向下 意思就是把A1选到G的151 就意思是全选 选完之后的话 特别注意 我们在利用公式 特别注意 这个功能 大家会注意一下 因为有些同学常常都找不到 有没有 公式里面的从选取范围建立 意思是说 我现在选的这个范围 那我的什么呢 特别是点开来 他问你几个问题 那请问一下你的那个名称在哪里 OK 那你刚才讲说 我的这么多的名称 通通在这个上面 就是顶端列的意思 那请你帮我把上面当成是名称 下面就是它对应的范围 OK 所以这个做完之后的话 总共有七个篮位 他就会快速的怎么样 帮我们建立七个范围 OK 试一下按确定 好 这个时候他没有任何反应 不过你要怎么知道 有没有成功 很简单 请你到我名称管理员找一下 名称管理员里面就有七个范围 二 四 六 八个位置 好像之前是不是多一个 多一个之前他已经设定好了 应该是这个 Local 我看看这个 不对 这个是有的 那里面可能原来已经帮我们先设定好一个了 所以会多一个出来 那记得 这边七个栏位 我把我Ctrl 自己 我把它复原一下 我看一下 Ctrl Y 我再确定一下这里面 除非要把它关掉算好 反正他就自动帮我把这里面的范围建立有七个就对了 好 那这样的话 我将来如果要做后续的应用 我就可以直接按F3 它就跳出我要的范围出来了 OK 这个应用其实还蛮方便的 也就是以后的话 你就不用去选那个范围了 OK 所以特别是E Ctrl 去向右向下 选A1到G151 然后再利用什么 公式 特别是公式里面从旋律范围 顶端列打钩 OK 就完成了 这个 第一题的B 然后再来的话 就是 C的部分是Sales Amount Sales Amount的话 就是 应该是销售的总金额是多少 那总金额的话 它说 区二到区一到五一 那它的公式 它说要建议公式 它什么公式呢 就是说 Sales Amount 是 这个Unit 单位的价格 与什么呢 Sales的QTY 就是销售量 的相乘 所以把这个栏位跟这个栏位相乘 那就是销售的总额了 其实就是什么 单价乘上它的销量 OK 那怎么做 其实很简单 而且它说要用名称 范围名称 所以 我们Sales Amount 以前的做法是这样 等于 等于这个 有没有 乘上 这一个 打勾 当然也会乘出来 不过它有强调 你不能用什么 用这个名称 而是用范围 那范围怎么做 其实做法一样 类似 等于 刚好选 这个时候 你要看它的范围名称是这一个 所以你按F3 找到什么 这个名称叫Unitify 就是这个 按确定 然后再乘上什么 后面的话 记得就是这个 Sales QTI 所以按F3 这个时候关键是F3 然后按这个确定一下 这样的话相乘打勾就可以了 结果一模一样 差别是说 将来你显示出来公式 你不能是 除存格的位置 而是 它的这个范围的名称 可是你想说 老师 那为什么这个名称 就是指的是这个位置 因为其实它是相对关系 这个范围很多 但是如果你现在位置在这里 它只会抓 它同一列的这个资料过来 OK 然后乘上这个 最后把资料倒过来 底下的话 你不需要做 因为像之前 如果说你的位置 你可能要考虑到 那个栏列锁定的位置 可是如果名称的话 不用 你就把它向下填满就可以了 OK 全部都帮我计算完毕了 也就是说 一个单价 卖这个钱 然后总共它卖了多少钱 1750 有点像这个东西 假设是什么 一个口罩 口罩它卖 假设是0.35 然后总共卖了5000个 那卖1750 但问题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还有个 这个金额 其实它这边是什么 有哪一个区域的 也就是说它卖的是澳币 0.35并不是台币 卖澳币 如果澳币的话 澳币现在的这个汇率是多少 我不知道 所以待会的话 可能要把什么 local amount 台币应该是多少 这个是澳币多少 那台币应该多少的话 你就要查汇率 那里面的话有个汇率表 汇率 他这边有讲说 这个汇率的部分的话 目前的汇率是多少 0.98等等的 后面一堆 那这个地方 当然应该是相对什么 相对美金的报价 比如说 1块钱的澳币可以换0.98 OK 0.98就等于接近快1.1 所以你会看到之前澳币非常高 大概就1.29 1.30 台币的话 就是1比29 29 现在 29那时候应该算低的 因为现在的 美金的话 现在1比多少 1比快30 所以其实波动也不大 大概就差不多 OK 那也就是说我要怎么样把 那个local amount 这个 当地的那个 加总的金额 这个local应该指的是澳币 澳币的金额 应该是多少 把它算出来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 刚刚这个 先定义名称 定义名称完之后的话 再去做这个计算的部分 所以B跟C部分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